高雄城中城大火夺走了46条宝贵的生命 也烧出了老旧大楼的管理问题 离难者头七超度法会下午止刑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出席 现场的气氛哀伤肃目 而截至今天下午三点钟 征款账户已经收到了高达1亿7000多万元 另外各个慈善机构也纷纷自愿发放补助金 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呢 竟然还有不肖人士要利用民众的爱心来假冒诈礼 像是有一名妇人呢 她寄予善款趁火打劫 假装成住户 打出了杯琴牌 取得了里长盖章认证 冒领了高达民间捐赠的15000元 宋金深回到广场起焚肃肃目 志工法师排站灵堂外成心送金祈福 城中城火尽夺走46条宝贵生命 20号下午离难者家宿举行投契仪式 宗教团体到场协助 高雄市长陈其迈更是全天候陪伴家属身旁 陈其迈市长全程参与 相关的后续事宜全力提供协助 这场高雄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恶货 同时也吸引外界关注 捐款账户更是用入6,865笔捐款 共计1亿7千多万元 慈善团体也资源捐助 却没想到竟有人想趁火打劫 据而上款前非住户人士起了歹念 阳城住户混血摸鱼多半被里长试破 但其中一名富人打背井牌 成功从里长那边拿到盖章证明 借此领导补助金 无论里长再怎么小心 拥备钻了漏洞 由于城中城产权复杂 不少房间出租 再加上部分新租客尚未登记 才让善款发放出了问题 而接下来市府也将造册分配补助金 又该如何避免类似情形再度发生 搜集相关的佐证资料 予以实质的审查 希望能够杜绝这样子一个现象 对此社会局强调 未来发放前会加以审查 毕竟这每一元都是来自各界的关心 若因为少数人贪心 反倒让灾民权益受损 是否也不乐见 借天软歌唱号高雙草报道